是不辣的辣椒 可以看到长的辣椒 再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白白细细长长的 可以当水果吃的 很好吃的 也很高产的 那这个不辣的辣椒呢 不单是高产 你看结了很多 这个辣椒又好吃 同时叶子呢 它比一般辣椒叶子要大 那么这个叶子呢 也可以做菜吃的 可以做汤啊 可以炒的吃啊 有点粘粘的感觉 很好吃 所以今天呢 就给它栽一些 准备明天 可以下面一条吃 你栽了一些呢 相当于就是 给它 让底下的一些 可以见到太阳 所以一举多得 那么你栽了 它还不但活 我们会高出长 会长出新的叶子 这样呢 你不但也吃到叶子 吃到辣椒 从此呢 让通风 通风好 光线好 然后底下 辣椒也会长出更多 它长得 今年不是特别高 看看一几起 五尺 四尺到五尺高 但是还是刚过 刚到八月嘛 现在八月初 所以呢 有足够的时间 让它长出更多的辣椒 长出更多的叶子 这个辣椒 我已经收获了 四五次 几十个有了 一次收五六个 可能二三十个 收了二三十个有了 叶子呢 收了以后呢 间隔一些天以后 长出了新的以后 还可以再收的 它底下的叶子要大一些 底下的叶子长出新的叶子小一些 所以等到你这个 底下的叶子长大以后 可以再收 然后它呢 这个叶子即使是大了 底下的时间比较长了 在上面的 那么你作为蔬菜吃呢 炒菜吃呢 一点也不会显得老的 我去年就吃了好几次 感觉特别好吃 那其他的辣椒 你像开咽排骨 还有呢 其他一些的辣椒 它的叶子呢 就太小了一些 然后呢 感觉薄薄的 没有东西 一草就没有了 吃不到东西 这个呢 感觉比较肥 然后呢 叶子也大 所以呢 炒的吃 是很合适的 收获了这么一袋 明天可以用了 看一看 经过理发的 不然辣椒是不是显得更精神了 里面还有很多辣椒 打打小小的 看他应该是很高兴了 从上到下都能见到更多的太阳 也能通风很好了 好 谢谢你收看 拜拜